菲律宾警方遮掘在内湖省的一处建筑工地内 发现到了两具遗体 警方初步认定这两名死者是中国人 正在调查是否为早前遭到绑架的中国公民 据警方披露 当天发现到的两名死者分别是一男一女 两人的遗体是被装在了布袋当中 双手被手铐反绑 而警方目前尚无法确认死者身份 但是根据面部的特征 初步认定两人是中国人 而就在本月的1号和6号 警方是在黎查省的一条公路沿线 先后发现到了一共有4具遗体 警方正在确认这些遗体的身份 是否为上个月被从菲律宾家中绑走的6名中国公民 据报他们是当地一个华人慈善组织的会长及其家人 被帮者当中还包括了一名12岁的男童